俗话说得好 打江山容易 守江山难 在历史上 有这样一个短命王朝 它仅存在一年 皇帝第一天登基 第二天就被迫退位 因此这位皇帝 也被称作是 史上最窝囊的皇帝 这个短命王朝就是大顺朝 大顺朝为何只存在一年就覆灭了 百度一下大顺朝 了解更多相关信息 天下大事 分久必合 何久必分 从秦王汉武到大秦王朝 中国上下2000年 历经了24个朝代 这些朝代多的传承两三百年 少的只有十几年就被推翻了 秦二世而亡 随朝也不过只存在了37年 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 这些王朝 竟然都不是最短命的王朝 在历史上 有一个大顺朝 它只存在了一年 皇帝头天刚登基 第二天就被赶出了北京城 这个窝囊的皇帝就是李自成 提起李自成 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 这位蠢王在历史上 还是很有名的 明朝末年 皇帝昏庸 宦官当道 百姓名不聊生 各地起义不断 李自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生的 他自幼失去双亲 生活完全要靠自己 好在他天生力气大 可以天干活养活自己 这才勉强活到成年 21岁时 李自成来到银川打拼 并成为了当地的一名义族 这个职位虽然不高 但却是那个时代的事业编制 属于铁饭碗 养活一家老小完全不成问题 可李自成去干一次运送时 不幸丢失重要公文 最后惨遭裁员 从此又成了个无业游民 都说人倒霉水喝凉水都塞牙 李自成这面刚下岗 那面就被债主告发 说他不还钱 当地县令也是个糊涂蛋 不分青红皂白 就将李自成抓起来游些了 李自成从衙门出来后 越想越生气 最后竟然直接将债主杀了 回到家中后 他又发现妻子与别人通奸 头顶一顶绿帽的李自成 再也压制不住自己的怒火 一不做二不休 索性将出轨的妻子也杀死了 一夜之间 他身上背了两条人 他深知 自己一旦被发现 必定难逃一死 索性带着侄子去了边境当兵 正是他的这个选择 让他成为了一代丑王 李自成立即答 伸手好 很快在军中混到了拔总 拥有了一帮小弟 当时军中经常会苛扣 下面人的粮食 李自成十分不满 便干脆带领小弟们起义 并加入了 闯王高盈祥的部队 后来高盈祥在起义中丧命 李自成便成为了新的闯王 李自成率领起义军 攻破了同关 同时建立了大帅王朝 成真死后 李自成顺理成章 成为了紫禁城的新主人 并在北京称帝 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 还没等他将皇位的屁股作热 吴三桂就来了 李自成深知自己不是对手 立即便逃出了北京城 从称帝到逃跑 只用了一天 所以很多人也称他是一日皇帝 离开北京后 李自成便一路兵败 先败于定州 再败于真定 损兵折将 将士离心 在路过湖北攻山岭时 李自成身边只剩下了不足二十人 他本想要上山拜北原地庙 为自己转转运 却不料因为他们破衣烂山 被百姓当成土匪 最后群起而攻之 在混乱之中 李自成被一个农民的核叉 击伤头部 最后流血而亡 堂堂一个大顺的皇帝 就这样窝囊的死了 实在是令人唏嘘不已 大顺朝虽然只存在了一年 但他却结束了明朝百余年的统治 也算是在历史上 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至于闯王李自成 他的皇帝梦虽然实现了 但却醒得太快了 成为了一个悲剧式的人物 大家对李自成了解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互动 我们下期再会